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九天的语法挑战 那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呢 是相关的两种句型,一个是两个足语的 比如说,今天天气很乐 那第二种是两个兵语的 比如说,我教大家汉语 大家,汉语,一个什么 一个是间接,一个是直接的兵语 所以,sorry,词多了 我们来学习 For example,北京的夏天呢,很乐 夏天呢,很乐,冬天很冷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北京夏天很乐 这个呢,夏天是小足语,小卫语 北京夏天很乐 这个呢,北京是大足语 然后这个呢,是什么? 主卫 主卫的结构 大卫语,形成构成大卫语 这主卫卫语结构 OK 我们来看到北京 汽车很多 北京汽车很多 这个北京冬天呢,也很冷 这个北京的地铁呢,很方便 哇,北京的房子很贵 OK 分组介绍北京 看哪主说的句子多 比如说你形容你们那个地方的情况怎么怎么样 那这里呢,是以北京为例 为例子 那你所住的城市 比如说,我住的城市 深圳 深圳 房子很贵 深圳人很多 深圳呢,冬天很暖和 我喜欢 OK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姚明 中国一个篮球 Basketball 篮球明星 那姚明是什么 头发什么 很短 头发很短 姚明的眼睛不大 姚明的嘴巴很大 姚明个子很高 个子很高 嗯 嗯 我们来看到这个呢 是 一般大主语呢 是小位语 是小位语动作呢 支配的对象 嗯 那for example 嗯 嗯 这个呢 是什么 看一下 哦 哦 饭怎么样了 做好了 嗯 谁做的呀 嗯 妈妈 那怎么说 谁做的饭呢 妈妈 妈妈 做好了 饭 妈妈 饭 妈妈做好了 嗯 嗯 这个做好了 这个是什么 动词 那他的支配的对象是什么呀 嗯 饭 饭做好了 啊 饭妈妈做好了 是谁啊 饭做好了 妈妈 谁做的呀 妈妈做的 嗯 衣服 我洗干净了 啊 衣服 我洗干净了 这个很重要哈 嗯 洗 我洗完了 洗干净了 这个洗呢 是洗衣服 衣服 我洗干净了 啊 妹妹啊 就是把电视机啊打开了打开了电视机嗯打开了电视机谁打开了妹妹打开了嗯OK呃天安门啊天安门很广场很热闹呃在这个天安门在天安北京天安门广场很热闹 嗯 嗯 那这个是北京天安门广场很热闹嗯嗯嗯在什么什么地方我们去学对不对然后做什么什么族语在家动词啊作为什么地点的状语那这里呢不是嗯这为什么是双族语的一个句子结构北京天安门广场很热闹嗯 嗯嗯嗯我们来看到哈嗯这个把过后里的词语填入适当的位置我一般嗯不用嗯不用什么呢电子词典他动词支配对象放在最前面电子词典我一般不用啊自行车弄丢了嗯嗯啊 弄丢了什么自行车谁弄丢呢放在什么啊这个大族语的后面自行车弟弟弄丢了嗯啊汉语很难啊什么很难呢发音很难汉语发音很难汉语发音很难汉语发音很难 啊啊行车弄adjective那放在最行动词放在这个小族语啊行动小族语那汉语是个大的范围啊直接形容这个小族语直接形容这个对象呢应该是放在大族语的后面那范围越小越准确汉语发音很难 头发太长了嗯孩子头发太长了该剪了嗯大家注意啊你如果是adjective嗯你什么呀要放在大呃这个就是你范围小的要做小族语啊嗯动词呢你要放在第一个大族语前面动词的直接的支配的对象 嗯自行车弄丢了弄丢了嗯自行车弟弟弄丢了是谁弄丢的嗯那弄丢了什么呢直接支配的对象是自行车弄丢了自行车嗯你不能说弟弟自行车弄丢了啊那弟弟丢了啊不是自行车自行车把弟弟丢了OK这就错误了啊嗯OK 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按照例子啊按照例子呢把两句话变成一句话比如说这个他很高个子很高这个形容词啊他个子很高嗯OK那看到今天很乐今天天气很乐啊今天天气很乐嗯OK衣服脏了 衣服的领子衣服的领子装了脏了嗯脏了OK书买来了爸爸买来了那这个是买来的是什么买来了书然后书爸爸买来了啊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这是这个句子呢啊大家注意的地方然后呢用这个什么这个句子结构呢 那介绍你的家买啊介绍你的家买他的什么气号啊隐蔽啊隐蔽啊staff商店 store and the fruitOK介绍这些方面那这个是课堂的游戏啊呃介绍一下大家去玩将同学分什么to glow先让一组的同学背对黑板 他 resonem 데组的课堂的悦 hombres脏了啊排组的一组为这个圣母带� cierto啊因果成質啊也可以 очень好 thank you非常巧合一样的一个小組人流的描述然后猜猜猜他是谁 OKOK非常有意思哈 OK 我们来看到呢 第二种句子结构 这个是Jackson 成龙 这个呢 鼻子 他鼻子 哇 他鼻子什么很大 他鼻子很大 这个漫画呢 比较夸张了 这个呢 这个是Mike Jackson 我的偶像 他身材 这个也是这个 大主义的结构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 要点的梳理 小主义呢 是大主义的一部分 那这个越小的部分呢 范围越小 你要这个放在第二个位置 做小主义 大主义是 比如这个 北京夏天很乐 姚明个子很高 大主义 是小小卫语 小卫语动作支配的对象 在后面就是动作 饭妈妈做好了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了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 这个相关的拓展expression 我们班的学生不多 我们班学生不多 这个呢 句子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加了个得 这个呢 我们班的学生 这个学生不多 这就是族语 族语畏语 那我们班 这是一个族语 学生也是一个族语 学生不多 对吧 那没有这个得 它呢 这个句子的结构 性质不一样 那都OK的 OK 我们来看到第二种 句子结构 就朋友送给他 送给他 什么呢 一个生日礼物 这就两个宾语了 嗯 妈妈寄给女孩 寄给妈妈一封信 啊 这都有两个宾语 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tructure 朋友呢 送给他 这个族语加动词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 间接的宾语 啊 这是间接的宾语 直接的宾语 嗯 两个 一个礼物 送礼物 嗯 人 送给谁啊 人 这是间接的宾语 这是事物 王老师教我们口语 Able教大家语法 嗯 王老 老板呢 找我十块钱 找十块钱 谁啊 我 找给我的 田中给金义美呢 一本汉语书 OK 嗯 嗯 OK 嗯 大卫告诉老师 他明天会回家 他明天回家 嗯 大卫告诉老师 什么呢 这个句子作为 他明天回家 嗯 这个是 哇哦 嗯 爸爸 送妈妈 一束花 对吧 一束花 嗯 嗯 还 谢谢你的钱 王先生呢 还给他钱 啊 还朋友钱 还 教啊 这个老师教大家英语 教学生英语 嗯 妈 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啊 儿子呢 告诉妈 一件事啊 嗯 这个呢 是 嗯 这个王东 给小李呢 哦 这个是 这个是王东 王东给小李 一张明信片 一张明片 嗯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 嗯 Collection 小春对我 告诉一个消息 小春 告诉我 一个消息 嗯 嗯 他送一块鼠表 给我 他送一块鼠表 给我 嗯 他送一块鼠表 给我也可以了 我觉得OK了 好吧 他送我一块鼠表 嗯 他送我一块鼠表 他送一块鼠表 给我 OK啦 在Sporting Chinese里面 啊 哥哥一本书 给我了 哥哥什么 给我一本书 我给了我一本书 但记住这个结构就可以了 嗯 嗯 OK 啊 我们来把它 哎 组织成句子 一键 告诉 事情 大家 大家 告诉大家一件事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 啊 这个主意省略掉了 老师教小朋友们呢 跳舞 嗯 他送朋友们很多生日礼物 哦 不不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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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朋友们送他很多生日礼物啊 嗯 我 嗯 请 请 please 给我一杯牛奶 请给我一杯牛奶 OK 我们来看到这个改错哈 小村 还 词典给田中 可以的哈 小村 给 啊 还 给田中 词典 啊 还田中 词典 妈妈对 啊 妈妈对我告诉老今天下雨 啊 妈妈 告诉我今天下雨 啊 我 我问 什么时候考试对玛丽 我问玛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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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大家纠正的就是呃 英语的的一些语法情况啊 所以会不一样 我对问玛丽 我问玛丽 什么时候考试啊 OK 嗯 看图完整句子啊 他送男朋友一个生日礼物 好消息啊 妈妈告诉女儿呢 一个好消息 服务员请再给我一杯咖啡 OK 嗯 老师我们有几个问题问你 学生 问老师几个问题 嗯 考试时间是 老师呢 通知 学生们 考试时间 嗯 压岁钱啊 中国有压岁钱了 Kimani 过年了 爷爷呢 给孙子压岁钱 嗯 哇哦 阿里借给借啊 借给张欢呢 六千五百块钱 啊 我们来看到这个 廉词成绩啊 这个Interesting 嗯 OK 学生 嗯 问老师 啊 问老师什么 考试的成绩 嗯 我考了多少分呀 老板呢 通知什么 通知我们下午开会 妈妈呢 是 呃 给孩子 呃 妈妈给孩子唱歌 老师什么 教 老师教学生呢 呃 唱歌 可以 OK 我们来看到 嗯 哇 嗯 OK 改写句子啊 有一个好消息 他告诉了妈妈 那这个都是英语中的语法啊 他告诉了妈妈一个不好的消息 嗯 班长呢 对我们说明天八点考试 嗯 班长告诉我们明天八点考试 嗯 这本词典是姐姐给我的 姐姐给我一本词典 给了我一本词典 OK 这是summary 那 那 主语呢 加动词啊 啊 加冰 间接的冰语 加直接的冰语 好 direction 嗯 相关的拓展 啊 他寄给我一 一封信 他寄给我一封信 他寄 给我 他寄给我的一封信 这呢 是短语 啊 大家要区分这个句子 句子的结构 你加了个得 那就是强调的一封信 是他寄给我的一封信 那这个呢 是句子 是因为呢 什么 他寄给我一封信 他寄 他有 有动词 web 有主语 对吧 他寄给我一封信 而且是什么 双兵语的啊 OK 嗯 这是比较 这个是呢 对不对 这是我给他 一本书 No 这是我给他的一本书 这是个短语啊 这是我给他的一本书 OK 我问他两个问题很难 我问他两个问题很难 我问他的两个问题很难 我问他两个问题呢 这是一个句子的 这是个句子的 然后后面又加什么 adjective 很是程度 这里呢 什么他没有主语 前面是个句子 那你要改 把它改成什么 一个句子 什么 我问他的两个问题 那他的主语是吗 subject 是两个问题 很难 这就可以成个句子了 OK 嗯 那这个是科后任务 how more work 下来的时候呢 你该怎么说 啊 有一件事情 想告诉朋友 怎么对朋友说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向朋友借十块钱 怎么说 你能借我十块钱吗 你能不能借我十块钱 都可以 你认识一个中国的朋友 你认识一个中国朋友 想跟他学汉语 怎么说 我能跟你学汉语吗 对 OK 我们来看到 这个how more 可是用 用主 为学一篇短文 介绍自己的家乡 或者现在居住的城市 也可以介绍你喜欢的一个明星 OK 这是how more work 那这个呢 可以做好呢 发给我 好吧 介绍你的家乡 用主谓 谓语句呢 介绍你的家乡 OK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 第九天的语法挑战课 明天见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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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